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喝什么呢 威士忌 葡萄酒 没错 就是它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bi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温馨酒馆 说实话 做这一期视频 我的心里是非常坦涛的 首先 我从来都没有喝过Hard Seltzer 就是酒精苏打水 第二 完完全全不知道它为什么突然就火起来了 作为一只老酒鬼 我觉得酒就应该有酒的样子 不应该加些什么花里胡哨的果汁汽水 有同感的扣衣 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真的太多人在喝了 每次他们知道我从来没有喝过的时候 都是一副 Abi 你真的是错过了一个亿的表情看着我 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来巴一巴 为什么酒精苏打水会在年轻人群体里面特别火 我呢 花了大钱买了三个不同品牌的酒精苏打水 来跟大家一起做测评 绝无广告 请放心实用 走过路过的酒鬼 别忘了打赏一下酒钱再走 我呢会按照口味来给他们做一个排名 看看哪一个品牌是酒精苏打水里面的C味 Let's go 首先什么是酒精苏打水 顾名思义 就是加了酒精的苏打水 市面上通常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果味 那你会问酒精是从哪里来的 非常简单 任何含有淀粉糖分的 比如说玉米 大麦 葡萄 土豆 能发酵出酒精的都可以拿来做酒精苏打水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简单粗暴 诶 我感觉我自己在家也可以做一点苏打水 加一点 普特加加 嗯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它为什么会火的原因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市场营销做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平时看的酒类广告 像什么啤酒跟卫士忌呢 一般就是男演员 而葡萄酒呢就会女性化一点 几乎所有酒精苏打水的广告呢都是男男女女一起开心的在派对上喝酒 还不只是在派对上他们可以在家里在沙滩上在床上在厕所里就是什么场景都可以喝 外汇火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的低卡路里几乎每一小罐都在100卡路里左右 我们平时喝的啤酒都在150卡 而葡萄酒呢都是在150卡以上 它还低碳水低糖 就刚好符合了现代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需求 所以呢就很多年轻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发他们在喝那个酒精苏打水 就好像告诉全世界 我虽然喝酒但是我很健康 嗯 之后呢就会激发很多人的FOMO情绪去跟着买 就比如说我本人 OK说完它为什么这么火 这些原因其实不重要 重要是它好不好喝 那我们马上来进行今天的测评 今天这三个品牌呢都是平时经常喝酒精苏打水的朋友推荐给我 市面上现在非常非常火的品牌 那我们先来测评第一款就是有酒精苏打水 伊哥之称的Y客白爪 这个品牌呢在2019年开始火 而且呢它是带火了整一个酒精苏打水 是5度的酒精度 我们来试下这个芒果味的酒精汽水 说实话没有酒味 它气泡感不是很强 但是同时也很清爽 这个芒果味真的就是芒果蛋糕的味道 有一点点的甜 OK那我们下面来测评这个Truly Truly呢我觉得是在市面上现在唯一一个品牌可以跟这个白爪去做一个竞争 今天我买的这个呢是草莓柠檬 这闻起来怎么有点像那个以前很火的一款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湿生酒 湿 湿生酒 湿生酒 不是湿生 湿生酒 那个Four Lock的味道 甜度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比较甜一点 这个让我想起那个湿生酒 我现在的感觉不是很好 而且气泡感也没有白爪来得好 就消失特别快 这个呃 我不是很推荐 最后我们来测评的品牌叫做Wire Basin 那你们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些都是买一瓶 这个是买一整箱吗 是我特别喜欢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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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一箱一箱的卖 你看捆绑销售玩的多么的嗨 今天测评的这三款酒精度都是在5度左右 所以都是可能跟啤酒就差不多一样的酒精度 也是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第一个口味蛮有意思的是那个菠萝柚子 这些每一罐呢都是100卡 气泡消失得很快 没有什么酒精感 但是这个柚子的味道蛮特别 它带有一点点苦 但苦完之后呢是很清爽 青瓜桃子 青瓜桃子 没有什么味道 我既喝不出青瓜 我也喝不出桃子的味道 下面这个呢是橘子清零 应该蛮好喝的啊 橘子清零听起来 哇这个好喝 喝这个真的有干湿橘子的味道 而且重点是我发现他们这个品牌的都不甜 就是白爪跟初里都是有一点点带糖分的 这个是不甜的 最后我们要试 不快吧 哈密瓜九层塔 这个 来了 黑暗料理 等一下 这个味道特别特别的伤痛 哈密瓜并不是哈密瓜的味道 是哈密瓜皮的味道 哦这个九层塔让它发苦 那究竟是这个青瓜桃子难喝还是这个哈密瓜九层塔 我再来一口 都很难 妈呀我买了12罐 怎么喝得完啊 今天的排名呢 就是我还是觉得 酒精苏打水里面的一个还是一个啊 白爪这个第一名的位置还是要给它 就是这个芒果味真的是太好喝 太香 特别的清爽 从果味上来讲呢 我觉得处理它的果味 怎么说 就太太像那个 湿生酒了 所以我就给它第三名 这个Wild Basin 它这两个口味做得很好 但是这两个黑暗口味我真的 OMG 还是我们的白爪 我的第一名 OK 看完今天的视频 你觉得你会买酒精苏打水的 在上方扣1 不买了扣2 其实我觉得这种银银火呢 完全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想想它这么方便携带 而且去到哪里都可以喝 就这一点我觉得已经完胜很多 什么鸡尾酒啊 威士忌啊 还有葡萄酒 葡萄酒还要自己带杯子哦 我觉得白爪的话呢 我可能还会继续购买 剩下的 啊 没问题 欢迎各位酒鬼在留言区留言 你对酒精气泡水的看法 或者你有喝过哪一款特别好喝的 想推荐给大家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看到这里的酒鬼 啊 我给你们偷偷地预告一下 我呢 你们的关注 终于 终于要出去旅游了 那我的下一站呢 是芝加哥Chicago 我要去参加一个音乐节 如果大家想看看我音乐节 Ivy都在喝什么样的酒呢 想看的 可以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Cheers